而卓西湘公所24号期陆续发放了重阳静劳礼金 静劳礼金在去年都有提高 65岁以上到79岁以下老人每人1000元 而80到89岁则是每人2000元 90岁以上到99岁以下的老人每人是3000元 白岁人瑞则是有1万元 概念长辈的贡献和付出 卓西湘公所24号期陆续发放重阳节静劳礼金 静劳礼金在去年都有提高 65岁以上到79岁下老人每人1000元 80到89岁每人2000元 91岁到99岁下老人每人3000元 白岁人瑞则有1万元 感念长辈的贡献和付出 那主要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计划 就是从65岁到79岁之间 这个每一个人是发放1000元 80岁到89岁是2000元 90岁到99岁是3000元 那100岁以上的是1万元 那目前本乡有两位100岁以上的人瑞 那目前的发放还在仔细的进行 公所表示重阳节静劳礼金从2022年开始提高 目前乡内65岁以上长辈有701人 百岁人瑞则有两位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放超过300多位 村长表示部落老人真的非常多 也很多都是在养老 有静劳礼金对长者来说是一笔小红包 老年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收入 希望说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措施 政策让我们的老人 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天 目前公所是持续的在各村发放 如果没有依照发放日期 到指定地点领取的长辈 可以在11月27号前上班时间 到卓西乡公所社会客来领取 预期没有领取者视同放弃 不再发放 请民众多加留意自身的权益 记者高松双卓西乡采访报道